我知道有從宜蘭來的 有沒有南部來的 請問一下今天來做什麼 拿補助來上課 跟你們講一件事情好不好 現在有很多疫情未來都還不可置 政府多了4、8億 在農業裡面分成三個項目 或更多指向想要協助大鄉 這筆錢叫救命錢 你們聽得懂 台灣沒有那麼有錢 但現在叫救命錢 救命錢要怎麼花 再來做做設施 再來修修補補 那修完了之後就沒有了 那是扣大錢喔 聽得懂嗎 就是已經感到貶起來的錢 今年所有後面的預算大概都會緊說 為了先讓大家先過這一段 先暫定應該是半年 那未來會多久 不知道 各位 該不該通定石頭 農業該不該趁這個機會 我們好好來思考 踩穩下一步 因為之前有的大家也發展得很快 所以今天我要談的都不會是很經營的條件的事情 因為會經營的是各位 不是老師 可以接受嗎 但是我厲害的是我看過大家 我看過大家 我看陪過大家 甚至每個鄉鎮 很多的鄉鎮我都陪過大家 那現在我有一個比較特別的身份 是在國發會擔任地方創生委員 我現在是陪著國發會在看農漁業 我幾乎是農委會派去國發會臥底的 這個身份今天曝光了 因為我本來就是跟著地方的農漁業在發展 尤其是漁業 那在這段過程裡面 我要讓大家今天都沉澱下來去思考 這筆錢 借這筆錢 借這段時間 剛好是你農場最好轉型的契機 再來 農場該不該有年輕人來經營 沒有人說不要 要 那什麼條件可以要 選舉過後 沒有小編的候選人 大概都沒有選三 對不對 有沒有看過 沒有小編的候選人幾乎都落榜了 為什麼落榜 你現在在打空戰 打網路戰 打協銷戰 未來要更多的創新模式 所以不是只有生產技術可以解決 可是今天談的叫做創新服務體驗 這兩個字體驗 很多人直接會回我 老師你是要做DIY喔 如果你還在做DIY 那你今天就可以不用上課了 因為DIY是在十多年前 我們讓休閒農業開始發起的時候 讓人家著讀在農業 了解農業 現在已經不叫DIY 現在叫什麼 食農教育 產業六極化 生活體驗 他聽得懂嗎 已經不是像以前那個DIY150塊 所以這樣的觀念是不是要顛覆了 所以人家從大老遠 從馬來西亞 從香港來到台灣要做什麼 年年貼貼DIY嗎 不是 他要來這邊打工換宿 他來這邊過有機生活 他來這邊跟你學廚藝 他來這邊跟你一起過 鄉村的氛圍條件的生活方式 可以接受嗎 所以農民朋友 我們的生活可以換錢 你們可以接受嗎 好 就從這裡開始 所以我們這次是不是有田媽媽 場域改善 休閒農場 那我請教一下各位 就你們現在接觸的所有的消費者裡面 消費者知道什麼叫做體驗農園 什麼叫做休閒農場 什麼叫做休閒農業區 知道嗎 你們覺得消費者知不知道 所以休閒農場是什麼 是星光照光 還是香格里拉 還是飛牛 還是台一 還是小小的一間房子 周邊的農地 哪一個叫休閒農場 其實都叫休閒農場 對不對 我們從體驗型到 巨規模型的都叫 就跟度假村一樣 你想像中一定有幼稚 一定有蚌 一定有海景 有山景有什麼 如果它是木屋 你會不會失望 會 所以各位 休閒農場這四個字 是你在法律上 是在法人上 在農委上登陸 叫休閒農場 接下來你要體驗的 這個活動 可能會變成你的休閒農場的品牌喔 所以這也就是未來 我們要開始去思考怎麼轉型 那這些年 那這些年 安老是沉潛在宜蘭 那宜蘭 那宜蘭其實我做的 並不是休閒農場 是養殖漁業的活化 那我再找到一些端倪 可以幫大家的人 因為搶生活 那我要確定一件事情 用生活方式可以收什麼錢 我舉飛牛好了 收門票錢 收體驗錢 收住宿錢 那如果是變成換生活 假設你是一個非常棒的體驗農場 那你能收什麼錢 如果你沒有做餐 餐錢沒有收 體驗固定不穩定 那體驗錢收不到 那你農場就沒有收過 沒有收離 那你就做不下去 對不對 所以因為這樣的條件 我運用了養殖漁業的體驗場域 我把它轉化成可以收什麼錢 這些事情 我稱它叫提款機 就是我可以用什麼方式去設計活動 去跟消費者收錢叫提款 這樣可以接受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樣的條件 但是我所做所做 所有的事情 都在為一件事情而努力 就是產地之手 再來講 很多以前的休閒農場 在我們現在做認證 做輔導 做管考的時候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DIY太好做了 其他太好做了 所以就大家都把生產拿掉 好好做體驗 好好做休閒 可是現在遇到的狀況 就是這件事情 當不能做體驗 當不能做休閒的時候怎麼辦 現在答案出來了 對不對 怎麼辦 沒辦法 因為個人沒有 我昨天還在和平部落 所有的管理都跳掉了 只剩下生產型的還可以活著 因為吃還在 食還在 這就是重新洗濕的條件 所以我希望各位拿到這筆錢的時候 好好運用這筆錢 還給農委會一個績效 這樣聽得懂 為什麼還給農委會 因為他爭取了這18億 我們應該在這時候 把農業透過這一個時間 好好轉型 那我回頭問 你的休閒農場 有沒有跟你的農債社區合作 你的休閒農場 有沒有跟你附近的產銷班合作 你的休閒農場 有沒有跟你的周邊的農民合作 如果沒有跟你的周邊 這些條件來做合作 那我倒覺得 這時候是一個機會 因為所有的農民沒有辦法直送 像我們在宜蘭 很多苦瓜農賣賣 正什麼苦瓜農賣賣 辛苦 辛苦 非常辛苦 那如果未來 我們透過了農場的品牌 透過地方的產品 而加持你的體驗活動 也就是你的生活方式 周邊的農民生活方式 可以讓消費者感動 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叫做感動的服務 因為只有農民的精神 才會感動消費者 不要再只有買賣你的農產而已 所以因為今天 之間也有限 所以我非常快的時間 把前面該跟大家談的部分 我想先多做一些說明 多做一些說明 好 那大家先來看這一張圖 後面不知道看得到 旁邊也有 這是我從日本引回來了 叫做改變 那什麼東西要改變 你看我們在場域 現在法規上 遇到很大的狀況 就是其實坦白講 很多各位的榮許 都不能做很多的事情 這也就是我現在在地方創生 很努力的在改變 現在的法規跟法條 用解釋 所以各位 你們那邊附近 周邊的鄉村 鄉公所 只要有在提農村再生 請參與進去 好不好 請參與進去 為什麼 不是錢給你多少 而是我希望我們農業 未來的經營方式 會變成很好的案例 而改變我們現有的農地限制條件 所以農業可以做體驗 可以做直售 甚至可以做食材的餐廳 應該六極化之後 我們都會面臨這些事情 以前可能要叫 申請休閒農場才可以 未來我非常的希望的是 在農業環境下 這些事情 都是適當的奢侈設備 我正在努力中 所以地方要怎麼改變 就是年輕的因子要進來 因為地方創生 就讓年輕人願意回來接 各位你們打拚這麼久了 我也陪了二代 陪了三代 那我都希望 未來在地方的農業條件裡面 是年輕化的經營 甚至是國際化的經營 因為很多的農場的二代木 我們現在早就已經在這六年八年十年間 不斷的打國際觀光 我在日本看到的也是越偏鄉越國際 越偏鄉的社區 越偏鄉的區公所 越偏鄉的鄉鎮林 都直接去打國際戰 因為他剛好對上國際 背死剛剛好 而且是二十年前就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我倒覺得台灣這個部分 是由我們發展的空間 再來就是地方 只要年輕人回去之後 要變製作人 所以回去不是做鋼 回去也不是只有拿竹筒 要動腦筋 動想像 要用很多的行銷管道 我說過現在是靠什麼 空站 網路站 對不對 所以這一筆錢 是不是未來你要回去改變 你自己的農場的品牌 真是變成一個非常棒的 跟地方合作 變成一個營運機牌 所以你在這邊上課 你的農場還在賺錢 有沒有可能 因為網路的訂單 我講的不是休閒而已 是直送 是載配 是線上線下的行銷 這個才有機會突破你現在的農場 你們也都知道現在台灣的農場多不多 多 所以消費者現在是非常 所以在宜蘭 我舉一個例子 宜蘭 氣候 條件 環境跟中南部不同 他能夠種出來的條件都會有限 所以他有一件事情 發揮的臨履盡致 叫做無菜單料理產品 一刻都比你們的定價貴的貴 可是為什麼消費者趨之落物 因為買益度是高的 CV值是高的 當然中南部的市場 是值得開發 這還有機會 但是 我剛才講感動行銷 你可以把體驗 加上你的食材 加上你未來的行銷模式 打包賣你消費者 如果有一天消費者還願意 來跟你農場一起工作 而且願意消費這邊的餐廳 再回去又訂購你的食材 你賺幾次 聽到嗎 所以我必須要讓農場變成在立的經理 而不是農場變成只是收門票還是收遊客的感覺 這樣子你們會很吃虧 所以因為這樣的條件 所以你不斷要面對的叫做改變 所以在改變的過程裡面呢 你開始要做的部分 就是第一個要盤點資源 可以關起來嗎 好 謝謝 那餘溫活化這些事情 我用餘溫你們來想像你們的生產 好不好 想像你們的生產 我在宜蘭的狀偉 遇到的狀況就是 費根地已經到七層 養殖區到七層 剩下三層在養 當我接手這塊區域的時候 我壓力很大 我下去盤點完之後發現 那個七層會不會再恢復耕作 不行 為什麼不行 養殖技術沒有外銷 那再來是 南部養的比宜蘭更好 所以宜蘭的條件就是 噹噹噹噹噹噹到三層 那市里你怎麼辦 我就開始想 就不能再想養殖這件事情 所以我開始想 有沒有活化的機會 就這個案子 就從這裡開始 所以我們就開始發想之後呢 發現原來養好還要賣好 各位你們的農產雖然不多 你有沒有賣好 如果有賣好 那每一顆從循環經濟 從食農教育 從產業六級化 每一顆水果 每一顆果物 每一個生產的藥件都可以賣好 條件就不一樣 我們這邊是養龍虎班 一些白蝦 其他魚都很少 所以我們就開始要打品牌 可是我們最大的競爭者是誰 是屏東林邊 是高雄永安 那個量也都是我們的恩石北 所以在宜蘭怎麼做 所以我們第一個決定 是先做品牌 把宜蘭班這個品牌打量 所以做品牌這些事情 也回來套到各位農業 農場的身上 怎麼說 在日本我有看到一本書 這本書我最近一直在研究它 叫做聽好 大品牌 小灰色 也就是小農場會不會做大品牌 可不可以想一下 也就是你的農場未來就是你的品牌 你的品牌才可以加值 你所有的感動的體驗行銷 而加值你所有要銷售的線上線下 當有這個大品牌的時候 你的人有多少 搞不好只有兩位 品牌做大做小 不是在於你的人多少 而是在於你自己在這個條件上 你加值了多少品牌的溫度 比如說媒體有沒有報導 消費者有沒有千代 社群有沒有經營 再來種種的體驗活動 讓你的社群不斷的累積 那再來問你們一些事情 品牌要依附在哪裡身上 農民身上 產銷官身上 還是農場身上 還是辯農企業身上 哪一個 因為你要加值 你要申請到專利 當然我不敢講 你們要變蘑菇部落這樣的條件 假設蘑菇部落 有一天 願意納我們所有 髒化優質品牌的農場 你要不要進來 我相信這樣的工廠 他是沒有辦法再去 玩其他的生產要件 他雖然的孤類已經做到 No.1 可是他需不需要其他多樣性的農場 現場應該有髒化的朋友 如果有這樣的道之役 讓所有消費者來到這個地方 可以輕鬆買到彰化 很多的農場 而且還有品牌 這件事情才叫完美 日本叫道之役 日本叫做直壽長 就是這樣的條件 所以因為這樣的條件 品牌這件事情 在未來各位的身上 其實很重要 那為什麼要讓大家這件事情 其實國發會在地方創生 由我之見 那我前面左手的 我都在社會參與創生跟品牌建立 社會參與創生 其實講白的就是讓社會青睞 讓社會尊重我 我一直不希望把農業民做得很沒有價值 不是收入多少的問題 哪怕你開賓制 你會覺得做這個行業好像不是很好 可是我希望未來不見得是開名車來秤品牌 而是我希望是做農業的價值就是被尊重 再者就是品牌的建立 正在宜蘭的部分 我是先走了這兩塊 當然還有其他三塊等一下再說 那通過這兩塊呢 其實條件就比較簡單 那這兩塊最重要的是忍 所以我通過忍這件事情 去把地方的品牌創造起來 那因為養殖 我在那邊齁 那早上老的就喝酒了 打開啥這種課 老的都拿來亂 老是你不用說得多 你有辦法說比綠麻稚 比綠麻稚還賺錢的東西 他們還留在那個三年代以前 30年前那種黃金歲月 還有郊西風化區的歲月 那都太壯了 所以現在都活不起來 所以我只能找年輕的因子進來 所以在年輕的因子的條件下 我們找到了九條好汗 所以我們才開始有九條好汗在一班 那為什麼九條好汗在一班 就這些年輕人進來 很容易接受新的觀念跟挑戰 當接受了新的挑戰之後 其實很多的執行條件才會進去 再者 現在有很多的大學做善盡社會責任 也就是USR 或者是未來你有需要很多的大學的合作 這個部分歡迎來找我 因為我現在在教育部有負責地方創生的辦公室 如果有需要 各位有品牌的需求 其實都可以去媒合到大學的USR 我先講 現在的設計不見得要all on的設計 是有故事的設計 所以有這樣的條件 像我們當初當然這個設計是名設計師設計 因為當初是國發會的專案 但是我倒覺得我現在下去地方的團隊看 所有的設計的條件都非常的優質 因為你在網路上要出名 那個品牌的設計 你必須要聚水準 不是自己隨便放個圈放個插 都要有農場的特色 因為要做原牌 以上 所以有這個條件 你都可以去找周邊的學校合作 再來 一般我們在接的計畫裡面 不排除要做示範流程 不排除要宣傳行銷 季節活動設計藝術價值 這都是一般般 可是那時候我看到這些條件 我都壓力很大 因為我發現每個計畫滾動完之後 留下來 僅只是買入場 價值不到我們地方的農業 因為活動辦完了 來你這邊一梯 來這邊兩梯 大概你就收那兩梯的錢 如果你在海拍一點 那兩梯又是OM資源免錢 那坦白講 你有受壓力就來了 那我現在在做的其實是往後在推 也就是說不管任何的活動 相公所辦活動 辦燈會 辦花會 辦所有的捷信 這是農林會辦了所有的活動 辦了所有的捷信 你有辦法把你的品牌拿出來 而加值而被看見 這才是重點 我再講清楚一點 我剛才講你的品牌 跟著你的法人 跟著你的企業 跟著你的公司走 所以這個品牌在累積 每一件事情都重要 也就是模糊部落 這四個字重不重要 如果今天是OEM代工廠 沒有這個品牌 它的香菇的價格就是在傳統市場 這是三個多少錢 兩個多少錢 一個多少錢 當它是品牌 當它有主堡 當它有直送點 這個站的設計人非常的高官 因為它就是已經非常漂亮的 一個完整的系統 其實如果你今天在這邊 你要好好把這個廠看完 縮小回去你的農場 是可以做的 因為它有很多的功能 我慢慢解說給你們聽 所以我們就想 是不是找出一些端倪來 假設來農場 我們講不要讓它來一次就結束了 它願意來一百次 如果什麼條件它會來一百次 第一個看朋友 對不對 第二個 真的覺得物超所值 第三個 這個東西真的真的真的好吃 我舉個例子 我們在宜蘭 那最近其實我們那邊有一個 原本養大甲蟹 但是沒有成功 後來改養泰國蝦 那泰國蝦正常是南部養比較好 那宜蘭養泰國蝦也是沒有鹿的鹿 就找到了泰國蝦這一隻 常備蝦就開始養 初期他還在想 因為他是做行銷的人回來做養殖 他就在想 我們最近發生了一個神奇的案例 也就是一隻釣竿350塊 讓你下去釣 正常你有沒有去過釣蝦場的舉手 沒有 沒有釣蝦還算 那釣蝦喔 請舉手 啊算都算 只要碰 有碰沒有去過喔 沒有 沒有去過舉手 好 去釣蝦場會不會沒有釣到 會 很容易喔 一根釣竿也不便宜喔 再來是那些蝦子安全嗎 你們心裡應該都知道嗎 那些蝦子安全嗎 不可能安全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在釣 蝦子會不會受傷 蝦子受傷會不會生病 你受傷會不會生病 會 所以生病要幹嘛 不用嘛 你剛才門口你有沒有按兩下 用酒精消毒 有沒有 要 所以那個蝦子要不要有人消毒 要不要 水質要不要 這就是消費者的疑慮嘛 還怕死 還想要算 還想要吃 他解決了消費者的問題 他做了一件事情是 他的蝦子都是只有一條路進來 在池子裡 開放了水域 讓遊客釣到蝦子 一根釣竿350塊 給半斤加 蝦子 蝦子是好吃的 蝦子是健康的 蝦子是保證的 而且保證釣得到 為什麼釣得到 因為沒釣到 我可以讓你牢 所以暑假一天到900天 有恐怖嗎 你在算錢這樣多少 三個月 三個月 九個月 九個月 幾十萬 幾個月 一天 我說的是平均 一個月 一個月 二十萬就好好不好 再乘以三三在多少 一個月賣六百萬 體驗經濟 而且不要說反而 我最麻辣 對我來講 我看過所有的場域 居然我老婆會吵著我 每個禮拜去釣蝦 因為吃到那個蝦子 是滿意的 他的蝦子的價格 大概是人家的兩倍 可不可以 又把體驗加進去 所以回過頭來 是誰得利 消費者得利 因為我吃蝦 釣蝦 我滿足 而且你要有服務空間給我 主人是把體驗犧牲掉 體驗我偶爾 可是我賣你的蝦子 而且我的蝦子養殖的成本 我願意花高 我把它養得好 每次蝦子都是Q盡十足 所以好不好 這個不會滅 這個才叫不會滅 我回來你們農場的主題 去思考看看 因為我們現在農場 大部分都中繼站 沒有生產的比例很高的生產 所以沒有辦法去加值 那個後面的那個 那個元素 對不對 假設你是種檸檬 你把檸檬包圍的零零零零 其實每一顆多 一塊錢就好 還是一公斤多 十塊錢就好 你幾萬斤這樣炒多少 對不對 我當初最早在看水里的葡萄 觀光火園這件事情 變成了值壽 一公斤就多三十塊這樣 他一配合 現場買到用驚 他一年裡面已經沒有 還會燃燒什麼 這樣 又是他的價值怎麼 沉下來就變成了 這是事實 也就是這樣的條件 我們回來看 我們怎麼去設計值壽這件事情 所以現在 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樣的頭 這當然是在我宜蘭的頭 農民晚上就跟我講 他說老師你不要誤會 我們都沒有賣不掉 但是我們沒有人有好價格 這有說跟沒有說一樣 因為都被爆了 所以回過頭來 我要再問各位一件事情 很久很久以前 我曾經到彰化的幫院 去幫生產戶上課養文葛 因為這樣子的課程 大家都來 來的都是老農 但是有一群比較年輕一點 那我就在幫他們上課 上一上就發現 中午吃飯 不要加便當 這邊有文葛有鵝啊 對不對 我們應該去老街吃吃吧 我一下去老街吃完 我發現老胃口 為什麼 產地吃不到老婆 很過氣的油 很老的油在炸的那個蝴蝶 文葛都是算不一樣 我一漁業人一看到說 啊這就是拼盡最壞的 放在這裡賣嘛 啊好的你就 都去吃牛 對嘛 都去吃牛嘛 所以你有騙笑的 你漁客 為嫁人開這裡開到這裡 想要吃一點粉油啊 甚至用比較好的拼這個海藏 沒有啊 啊電腦是一天賣的名字 還是過老的名字 你賣給消費者 那消費者還要不要再來 當然不要 過農場回去內自行 消費者也是聰明的 那麼多的產品 只是一個泰國蝦 只是讓人家釣起來 吃到經驗而已 一天多二十幾萬 這樣有好嗎 農場有聽到嗎 中繼事業 也就是我沒有說 你一定要全部自己做 你可以幫我當你的鄉鎮的經濟 遊客都在你家 你怎麼可以對你的周邊不好 我們現在有休閒農業區 大家的合作壓力很大 現在農業區問題就是 那個牽連度 那個網絡不夠密 沒有大家共同的軸心 大家都說要接遊客 可是接完遊客都沒有好好服務 因為各自要做各自的 利用創生都是在工作 喔 工作的人辦事喔 無人純一方 很積極 我們業者的積極 你咱是鄉鎮 我們鄉鎮 鄉鎮 鄉鎮 好 我介紹給你聽好不好 我們有 我用三個話說給你聽 等會有我的動作 就是工作不能比較一樣 日本所有我剛才說的這些事情 都是工作你做 你們剛才看的這些壓平喔 這是工所 日本的工所 聽說我做 日本的做法就是工所要做 我們台灣現在剛才說的是 工所要做 可是你現在不能說工所不要做 你覺得我要不要把工所交回 你們覺得要不要 不然我們都遇到了政策下不來 所以在國發會的這支件 的確你們講的 就是要交工所 現在工所很多承辦都換新的 我必須跟你說很多的工所人都改變 當你講大工所我不敢講 至少小工所我們撞累就好了 我現在跟課長抄襲 他想做會找我 會問我為什麼 他需要理案 再來 所有地方創生提案 雖然是過工所 可是提案是事業單位 說福利蘑菇症 這個標準 這個就是可以提的 你提一個事業 你把農民納進來 這一個就是我報名過關 因為你造舊農民 聽到嗎 所以我們現在要聽助他 工所無法定 管政府也無法定 都在國發會 他是整合而已 不是工所主力 不是 第一個從我的觀點來講 我比較樂觀 所以這時候 我會要求農民朋友 我們這時候要辦法封鎖 想想看 事業提案 什麼叫事業提案 就是各位的農場 就是事業 還是你的農企業 事業 還是你成立的合作社 企業 對不對 以前是農民嘛 農民就是 長官要給我們支持 可是我希望各位 跳脫農民身份之外 你是 我們如果一個農企業 老闆 這樣你才發覺 我們現場 有先無農場 對不對 這都是企業 企業 他以前做企業 這樣 不然他這麼打招 會做什麼 聽到嗎 農場們 所以這次讓人 在很小的費用裡面 請把它放在對的位階上 尤其是只肩跳電商 不能再沒有電商 台灣這麼小 這麼發達的國家 你怎麼可以讓他沒有電商 你怎麼可以沒有行動支付 這是趨勢 這是潮流 所以目前要解決價格 我期待各位農場們 我們跳出來 修區 跳出來 因為修區現在遇到的狀況 是沒有產品的 我們都一直在補導產品 我有發現 他們根本不要產品 因為各自做各自的幹嘛要產品 可是沒有集結 我舉例好了 像坎強他們家 仙湖農場 我們有周邊的蜂蜜 有周邊的水果 爸爸是產銷斑 對不對 所以他的基礎生產在哪裡 他有生產 從生產一直加持加持加持 他農場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風貌 菲尼爾曾經整合過周邊的變低碳社區啊 跟周邊的農務 周邊的場域合作啊 才變農業區啊 因為以後只有這樣搞 我們才有辦法把農業架起來 遊客來要讓他滿足 日本最厲害 我舉例給你們聽 日本最厲害是春夏秋冬 春天跟你講秋天好 秋天跟你講夏天好 都是叫你下一次再來 有沒有 所以你的國務季節 有沒有這個季節 你說我一年四季只有產這個 所以要合作啊 再來是 遊客一年四季要來 你要不要分批 用不同的生產來調產季 你都調成一個產季 那就是這個問題啊 就一次要賣掉 賣不掉怎麼辦 最近我解決高雄永安的 龍膽石斑的問題 全部調到台灣 我都過台中了 這時候要不要通丁師透 要 找海洋大學 幫他研發 那個魚湯怎麼混 怎麼開始做包裝 大家都在想這件事情 好事 良知之給律師就三十 你們還有很大發規的空間 不要擔心食材賣不掉 只有擔心 擔心各位還留在原地 這也就是今天最重要最重要的 所以為什麼要直壽 就是要賣好 那為什麼要賣好 因為價高 為什麼價高 因為我要經營社群 我要跟消費者直接溝通 農場如果 你到現在都還沒有拿到客戶資料 沒有經營社群 你農場可以關著它 意義不到 只是在掩護你的設施合法性 設施合法性 你還再去花錢去修它 都沒有在用 你還在修它 你在幹嘛 他聽得懂嗎 不好意思直話直說 是不是這樣子的小姐 因為我們沒心自問 你多修了一些設施設備 會比較好嗎 其實沒有 我寧願你的導覽解說的素材 實際上的生產的國物 實際上好的包裝 這些讓消費者認同 就像剛才蝦子一樣 知道好吃再說嗎 對不對 其實它是短短一年就串成這樣子 表示消費者的可塑性強 而且它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它市場很準很準 是因為一般釣蝦場 是不是大家旁邊在抽煙 那旁邊是不是那種 普羅的釣竿一直在那邊釣 你又怕亂到人家 又怕釣不到 所以所有的問號 讓你不會想持續消費 對不對 我去我們的類似體驗場域 我看到的就是親子 公司行號 就是所有人是那種溫文如雅的在釣蝦 因為不急不懷 等一下再去吃個飯多開心 所以因為這樣的條件 在日本我看到有幾件事情很容易做 第一個就是直壽站 直壽所道之役 有機會大家真的要去日本 好好把道之役研究好 公路驗站的概念 那什麼叫公路驗站 類似這樣子的蘑菇農場 把它放在高速公路邊 而且它賣的就是在地的藏屋 那裡面什麼有賣 它就回我更簡單 賣得掉了 賣得掉了 所以是誰賣 是地方的物產在賣 第二個部分其實是食材餐廳 那因為我們這個計畫裡面 還有比較甜媽媽 結果甜媽媽目前還在餐上 其實餐上未來有一個最大的疑慮 最大的隱憂 就是被加盟餐廳 連鎖餐廳打倒 因為所有加盟餐廳 連鎖餐廳的物料食材價格怎麼樣 因為它中央廚房幾滴採購 可是你是地方的 你又是甜媽媽 你有辦法做這麼大嗎 不行 所以你有辦法用到循環經濟 你就厲害了 用到地方的特色 你就厲害了 用到農民的感情 你就厲害了 所以甜媽媽接下來 還有很多的事要做 甜媽媽這個絕對是品 因為農會當初 中國美食協會 這麼多的前輩 幫甜媽媽把這次架起來 我倒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 是它應該變成很棒的一個全程 甜媽媽的物流系統 也就是消費者買食材 會直接想到甜媽媽才 因為我在甜媽媽吃過 懂我意思嗎 這就是未來我們現在都開始要思考 那再來有幾件事情是 蔬菜肚子 因為現在消費者遇到的狀況就是 我遇到消費者這樣問我 你們幫我回答看看好不好 因為阿德老師很喜歡在台北的社區大學 你去賣菜賣水果賣物場 但是我遇到一個狀況 有一天我們把一個貴婦 跑來問我說 他的老師 你都叫我們跟農民買 我也可以接受 那坦白講 我在買農民的東西 價格偏貴 價格偏貴 因為這一個貴是他說的 不是我說的 價格偏貴 產品不均質 可以接受嗎 再來包裝不漂亮 裡面的東西呢 的口感或者是他的均質度 也不會很穩定 因為他拿來的大型超市比 尤其是在大直有那種貴婦超市 我再說給你聽 不要再說給你聽 不要再說給你聽 我再說給你聽 我再說給你聽 你現在消費者 就是你 那些賈農民騙 賈農民太多了 我們政府沒有去管控賈農民 你去管控賈農民 你去管控賈農民 他都會很貴 對 那就是我們愛做的事情 為什麼他直送 因為他拿來跟超市比 超市漂亮 怎麼樣 雖然是貴 可是他漂亮一進口進來 一定是篩選過 為什麼篩選過 量到當然可以分幾 包裝可不可以分幾 可以啊 所有東西都在一個大企業下完成 跟你今天你家做的麵包 跟拿來跟大企業做的麵包 人家那個均質度 好不好 好啊 所以我就說 你講的我通通接受 但是只有一件事情 我沒有辦法接受 你一直買國外 你一直買進口 對我來講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以後國外會變更好 國內會變更差 量子資給率從31 降到21的時候 降到10的時候 不要懷疑這個數字會發生 因為你看我們在海邊 我們村長10年以來可能沒村長了 10年以來 沒村長了 現在還不來 這次像這樣 等於我們的港仔全部都沒來 哎 村怎麼會出海 不會出海 像老村長 老村長現在也是都叫大陸村港在開村了 那怎麼辦 沒有魚子吃你要怎樣 四路一條 淨口現在沒有人要送魚了 自己不夠了 量子資給率喔 再來農民咧 這幾年不是沒有蜂蜜 是不是沒有蜂蜜 沒有蜂蜜 沒有蜂蜜 所以不是你買多少 是介紹 是沒有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條件下 農民一定要好好表現 政府不會打壓 因為政府都叫公平機制 政府你沒有辦法 我是不能對你為何這辦法 只是我要農民 自己把自己站起來變品牌 日本我去看到的數據很漂亮就是 指售所 誰家賣的東西很好 誰家種的很好 誰家價格很高 大數據全部就出來了 目前在台灣這件事情 非常非常的弱 你怎麼知道什麼好賣 什麼賣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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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現在都交給你 什麼都不知道 未來我要所有的農場 變第一線的指售站 我們所有的系統都可以 第一時間內可以交付到 台貨最好的單位 幫我們農科院 可以把這些數據收集 所有變情報制 這才是對的 你才知道 現在種這個 人家的農民都盲目種 我就可以種這個 我就種這個 這樣不能轉做 他不敢 我知道專業比較好 我穩穩做就好 但是這個問題就來了 是在台灣現在的環境壓力 消費者如果只有內銷族群 其實是很呆滯 我們沒有攻擊力 如果還守在內銷市場 對我們來講 還好這些年都要 很多國際公安開始進來 幫農場加值加溫 我們還要到國外去美食站 所有的條件 都在改變台灣 可是內銷還是太小 這是必然 所以也因為這樣條件 我們這幾件事情 我們先試著 搗落到宜蘭再做 我們發現效果非常好 包含從產地的直售所 我們開始一家一家去佈置 我想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不要讓農民 還要剩下落筆 因為落筆 怎麼沒有心愛感 所以你說誰是真誰是假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去宜蘭 我就想想要宜蘭的麵 我也不一定買 後來去查 七成也是從外縣市進來 不過我再跟大家講 地產地銷的概念 大國產都是地產地銷 講完完 大國產 什麼意思 在台灣的十五里程裡面 都叫地產地銷 都在一個環境內 哪怕澎湖的螃蟹送到你家 算不算 算 都是算國產 所以國產運動 其實是我們現在追尋 依歸的 所以也沒有所謂的 一點是瘋啊一點是瘋 消費者沒有一定支持小農這些事情 只有小農東西變好讓他非買不可 而且讓他排隊來買集合行銷 這是真的 沒有一條界限一條法規 可以界定你不能買賣農產 不能運銷農產 不能貿易農產 都可以 我只有講一件事情 我最常講到黃魚 黃魚哪裡養的 台灣哪裡有養 哪裡 你去市場問 他會跟你講台灣養的 你去市場問 他就講台灣養的 那我就要問 啊台灣哪裡有養 對 不是好像 就是沒有 如果馬祖有抓到 也不會在台灣流通 因為三倍的價格賣給大陸 我不會奔到賣台灣 他們會說大陸比較近 再來 黃魚你知道從 不透明的管道進來到台灣 你去我們卡媽店看 我看到是一堆狗仔跟黃魚 到底怎麼來 你看有沒有 聽到嗎 一樣在吃一樣在賣 消費者還是認同 所以才食農教育 大家不是一直在講食農教育嗎 食農教育就是讓消費者信任農民 農民做事要值得信任 所以這現在才有中堅持就是 要導電商平台 要導體驗 感動的體驗 都是在這裡 所以你怎麼可能 讓消費者來到你的農場 不感動啊 他都來了 你不讓他感動 那你就沒有機會了 各位聽得懂嗎 最近不是發生了一個網路事件很棒啊 我覺得這案例很好啊 台東的市家出不去了 對不對 網路發行開始支持市家 我看賣到明年的貨都不夠賣 網路那股力量啊 蜂擁而上啊 我在社大 我在內部社大 光老師那個族群 就兩百多箱了耶 光一個小族群就兩百多箱了 後來已經死住說 沒有了 沒有這些他們已經解決了 你就知道這力量多大 農民、農場、休息 我們應該好好合作 讓企業支持我們 讓所有消費者認同我們 這個就是一個大平台 再來沒有比這個平台更均衡 所以 未來的電商更重要就是 小偉才不會每天來農場啊 所以線上要不要交易 所以未來的線上平台 我反而覺得 我們該好好研究 可以接受嗎 少少的都可以辦 我們不見得一定要做到 實體的直售所 但是我們可以做到運銷站 你上產品隨時一直賣 好東西一直賣 賣才是本啊 賣收錢才是本啊 那你不要跟我講說 啊我很多 我一次沒辦法拉那麼多 誰跟你講那麼多 你就開始要分啊 你要經營消費者 你就要改變你的行銷模式 這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們來看 在做傳統來講 其實也沒有別的 就是透過盤商 我先講 我不會把盤商當不好的喔 盤商在以前都是要解決 各位量體大的問題 當然長久以來這種呆滯的行銷模式 盤商就可以玩很多很多的花樣 是真的 因為你也不得不教嘛 你也不得不賣 對不對 沒什麼好夯 所以呢我們要悄悄改變 因為有時候大家有壓力就是 我這次沒交易 兩次沒收外賣 大家也是 你猜我我猜你 我沒有九孔就這樣子啊 大陸九孔都進來 你怎麼求盤商都沒用 你跪下來也沒用 他就是不收 可是大陸進不來了 現在進不來了 他要不要來求台灣 換他來跪 就這樣 好啊 我在輔導我那邊的青農養殖戶 都是早就已經三成四成五成以上 都在做家戶市場 當然中間轉型很辛苦 因為現在忍住 因為沒辦法太大錢 要收銀行啊 還有當中很多 老闆都跟我說 阿德老師 我們太賺錢了 他都現金嘛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兜銷 所以去石斑倒帳倒得很誇張 因為大陸斷貨他也斷了 斷了他的金流斷了 他直接欠台灣 已經烏肉又偏逢連夜裡 那個在我最近在看養殖戶很辛苦 所以再來是 我們來改變看看 你看生產者透過產地 我先講 產地是一個運銷的概念 體驗只是中間的一個手段 所以你透過產地這件事情 你產地要有接應 我請日本的農業專家來 直獸所的資主啊 他的簡報就一個題目 每個農民都要會直獸 元素很簡單 那個DNA 最後那個元素啊 每個農民都會賣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們現場來了 80個 90個 100個好了 這一百個如果都可以賣自己的東西 都在這裡賣 我們這裡的直獸所就起來了 而且各自要被自己的產品負責 這樣漂亮 這就是為了 他教我就是沒有別的捷徑 從每個農民做起 所以農業區也好 農場也好 農村社區也好 其實都可以有大大小小的直獸站 因為你想想看 我是一個農民 我有五個小站 六個中站 兩個大站在幫我賣 賺錢轉這樣好嗎 我們當初說過對不對 你現在你的名字是運銷後 有這麼多的甚至網路 還賣給別人收費 我們在家裡就知道對不對 我們每天就是兩台火車出去送費 不然兩台火車去收費回來 我先講喔 正常的直獸站 農民是要把貨收費喔 這是基本功喔 不是祭賣 然後晚上就隨便離 回來都要離貨 所以每天早上 八點開始離貨 九點消費者進來 就有人在搶貨了 因為我要搶你每天新鮮的貨 所以你才知道你的貨 可以怎麼樣多工處理 這就我覺得就是休閒農場 這些貨回來你可以變餐啊 因為這些貨還是好貨對不對 所以每天先採的 在消費者溝通 在網路 那有一些次等貨 NG貨可以在哪裡 農場啊 在次等勒 加工啊 韓壽啊 現在不是有加工 加工廠可以合法成立了嗎 所以我就說農民開始要變聰明 但是來了 你沒有變企業 這些事都不要做 因為你不會算成本 我要你會算成本 你就是要會算成本 你才會算強 不是左口袋 金右口袋出 如果是不會算成本 這些事情 你當作今天來聽一場戲就好 因為他是農企業的經營的模式 所以一個這樣的條件 我們需要看到的就是說 透過食農教育 體驗經濟在中間 為什麼要感動 第一個是生產的場域 透過透明讓遊客進來 像我們昨天在部落山上 我們在柴國 上禮拜在宜蘭插秧 這些都是讓消費者感動 但是這些錢都是你拉拉而已 接下來生產者 又透過場域跟消費者溝通 溝通中間有很多的食農教育的段數 所以農民有農民的堅持 消費者有消費者的需求 生產場域有生產場域的改變 這三個場 產生一個很棒的連結理 就是把你的直受推到最高 推到最高 所以你所有的餐才有意義 也就是我現在吃了 我就有買的念頭 我完了馬上就要想 下一次再帶誰來 那個黏著感要很高 為什麼很高 那就是用農民的認真 我真寒冷說話 但是我真實在 那個概念 這是農民 這就是農民的版本 所以透過這樣的概念 消費者黏著度高 因為我要消費者改變他的銷售模式 買賣的模式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樣的概念 我們來思考是 透過不同的體驗經濟 所以我一個一個談下來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是體驗場域 不管是稻田 不管是農田 不管是果園 以前你們所謂的觀光柴果 這件事情 我都把它簡稱在體驗經濟的 體驗場域裡面 那因為是體驗場域 所以我要你做的 其實就是把場域友善化 友善就是 該有道具 該有衣服 該有載具 該有配備 因為消費者會拍照 會打台 消費者怕蚊子 消費者怕的事情 你都要解決 當然這個條件 當然周邊最好會有友善的設施 包含著清洗台 包含是乾淨的廁所 包含是怎麼樣的動線 這時候你去安排 但是這個都可以變臨時設施 因為它是體驗場域 那再者的部分 第二個 我們來看一下 它是生態聚落 為什麼叫生態聚落 這讓我解釋一下 因為現在有很多的農業區 農債社區 甚至是我們的休閒農場 我希望消費者來是感受我們的農業生活 我舉一個例子 你要去一個地方玩 還是要去一個地方住 消費者在選擇的時候 是先選玩還是先選住 我們現在的條件都在讓人家先選住 我是某某民宿 我是某某農場 那我這邊玩 那我這邊住 所以都會一次 我舉例好 假設是一個某一個鄉鎮 它一年世紀有不同的風情 我為了要去這個鄉鎮體驗風情 我是先選擇去這個地方玩 才選擇住 跟你去日本一樣 你要先選鄉鎮 還要選擇一個民宿 你們想一下 對不對 如果想住 那就住過了啊 消費者給我的理由就是 老師這間我住了 可是如果玩呢 不一樣 如果是生活呢 更不一樣 所以各位要開始想像一下 我是來大村生活 有機會我來打工換宿 還有機會我帶家人來吃一餐飯 還有機會我來這裡做什麼 那個旅遊的條件是不同 消費者有沒有到這個城市 有 你從現在的連行來看 去日本有沒有理由 沒有了耶 沒有理由啊 想去 那再來那個地方 再上所有的官方網站平台 幹嘛才找便宜 實惠或剛好適合的住宿條件 大家可以接受嗎 如果我們要把國際觀光 是要跟上這個潮流 啊如果你邀請貴 你的住宿是邀請貴 你的邀請市場就要出來 我現在常講 我現在看台灣很多的房價 我都嚇死了 一個晚上一萬多塊 帶家人去 我都晚上不敢睡覺 我都很怕睡起來就早上了 錢就花完了 我最近在問歐洲的消費行為 他的住宿可以很便宜 可是他餐要吃得很好 他要體驗活動 他可以願意接受很高檔的價格 就是住宿他可以簡單 農業我都覺得應該做為這個版本 因為我們賺的錢不是旅宿錢 再想一下 再想一下 現在是最好轉型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可以把廚房開放出來 為什麼你可以不能做開放性的廚房 讓遊客在裡面買菜 而自己烹煮 你怕他弄亂 怕他弄 那就會用流程來規範 我認為台灣的水平是往上抬的 我們去日本也是在超市買菜 回到我們的民宿煮飯 我們自己煮 他是開放性廚房 也是可以的 所以說現在反而是你 我沒有叫你出國去看了 現在千萬不要出國知道嗎 現在就一件事情是 網路無國界 你只要願意找 你就慢慢一個一個 從日本的所有的網站平台 一個追下去 所有的答案都在 真的都在網站 所以 生態聚落 我是希望你用 樹樹的條件 只是配胎 一個地方的區域 所以我不叫鋁樹葉 鋁樹不是我們農業的事情 我是地方的聚落型態的經驗 所以所有農業區 我們想想 我有十個農業區 我有十種 退休的生活模式 這樣有沒有事實上 退休的生活模式 我可以到那個地方做什麼事情 這樣好不好 我會租你一個月的長租 剛好我農忙的時候 我還可以提供一些工作機會 讓你來兼職 這樣好不好 好耶 趕快做 長租 可以住飯 農業就是要做這件事 因為日本的農業是這樣做 像日本有開放民國 台灣是還沒到 但是我倒覺得是 長租這件事情可以做 long step 台灣現在退休族群都太年輕 都太年輕 太年輕的情況之下 他還有消費力 甚至還有一些些工作力 如果透過這個長租 這個人來你這個農業區 來你農場 來有一些工作來做好不好 蛤 收買這一群的 這是我現在也在打 做移居這件事情 那再來呢是 食材餐廳就不要講 就類似田媽媽 但是我都要求就是說 請這些餐廳 吃到都可以買到 好不好 不要吃了 每次我去農場 都用很好吃給我吃 尤其是貧見的時候 可是我再去就沒有了 為什麼沒有了 因為貧見用 沒有了 砍牆聽我 吃就是要跟你學 水花你買 衝動消費最快 衝動類似 你可以盡量用很多的優因 引誘他 第一個 他願意交資料 願意宅配 所以砍牆知道齁 下次不要讓客人帶走 想辦法讓他宅配 光這個名單你就有價格了 光這個名單你就有價格了 用最好的優因 搞不好宅配 千萬不要叫他多少錢免宅配 我教你們 因為我長期在帶消費者 只要宅配是讓願意負擔的價格 是支持農業的心態 以後他兩包都會跟你買 把宅配忘掉 原因是因為 宅配不是農民賺的 宅配是誰賺的 運輸公司 是他要付代價的 你叫他買很多 他才買 門檻就高了 買很多吃不完下次不買 你要說服他 可以接受宅配外賞 他把宅配當作他習慣就好 跟你在銀行匯款一樣 有沒有手續費 你會不會寄這個手續費 不會 你要付 可是你不會把它當作一個負擔吧 因為省事啊 體管機匯款給你 還是人家再跑一趟銀行 對不對 那假設這樣子 我馬上可以買到澎湖的東西 我馬上可以買到台南的東西 我在基隆 你馬上可以買到我們基隆很好的套Q 黃金蟹 飛玉卵 不是嗎 而且宅配冷鏈物流 有沒有比較漂亮 我講活龍蝦案例 我們那邊常常市場賣活龍蝦 我說你幹嘛買活龍蝦 你有保鮮嗎 你有保冷嗎 沒有啊 活龍蝦會活的嗎 回去還活著嗎 當然死了啊 你笨啊 回去死了 你就直接買屎龍蝦 買冷凍的屎龍蝦品質更好耶 聽到嗎 一樣啊 水果過剩的時候 我可以跟你買冷凍 你知道最近Seven在賣那個花蓮加薪的檸檬汁 超好喝 我以前都是直接去出差去買 現在Seven有 我每天在找Seven 後來發現他只有一段沒有了 因為貨也沒那麼多 那你們幹嘛不做 最好的部分加工下來不是消費者最要的嗎 放心現在消費者都不煮飯了 我已經跟你講答案了 現在消費者都不煮飯了 因為我付錢 因為我付錢 你現在賣他已經不能再賣那種 什麼要叫他賭魚仔 切魚仔 賭雞都沒有了 沒有了 現在就做搬加工了 這就是我們的未來 我們大家的未來 所以食材餐廳就是你叫demo 要展現你的實力 這是食材餐廳 那食材餐廳之後還有一種 那解說教室 那解說教室也不用講 很多像這樣解說室 你看多功能 這些都有得收錢 解說室可以收什麼錢 導覽費 解說費 我先講 像很多的社區的解說費 半天就是兩千、兩千五 甚至三千 導覽員跟我講 他一年下來 光兼差的導覽費都在二、三十萬 這也就是一筆不小的收入 這筆收入 你可以做很多的運用 因為解說這些事情 是幫個地方加值 不要讓消費者走太快 也不要一直看軟 那再來的是職人故事館 這是我為農民量身訂做的 為什麼要做職人故事館 因為職人故事館 才可以講農民故事 我不見得在一個農場 講我自己農場而已 大欺一點 把一個鄉鎮講進來 大欺一點 甚至把一個村莊講進來 千萬不要農場講農場 你會很單一 你沒有競爭力 你要區域性做整合工作 為什麼我說年輕人要進來 這是年輕人該做的事情 品牌之後就是大家串聯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申請農場 你們知道現在 申請休閒農場 有多難嗎 蛤? 一定要難啊 不然 以前 我最早的時候叫福島 就是鼓勵他申請 對不對 做農民 鼓勵做休閒農場 設施合法性 所有條件都進來 你覺得現在政府還會鼓勵你做休閒農場嗎 應該現在是管理了吧 不是嗎 我們現在應該是管理了吧 我怎麼可能讓你無限上綱 那當很難的時候咧 你就可以跟周邊做合作 是你們的機會 因為這些今天來的我都確定 你們一定有申請休閒農場 那就是 不是很好嗎 如果大家都無限上綱 其實市場也亂掉了 跟民宿一樣 阿德老師最早在第一代的民宿的時候 當給光光酒我就知道完蛋了阿 真的完蛋阿 因為民宿怎麼可以不歸到農業來做副業經營 所以我現在很想的是 可不可以把民宿做農漁村認證 農漁業認證 就有認證的民宿 那有農業特質 那各位農業 你們就會供應這些農家好食材 你去日本民宿看 他米哪裡來一定有掛一個 我米的登基證對不對 這是他有的就叫做 應援餐廳 應援民宿 什麼意思 我支持當地的農業 這些民宿該不該支持 雖然不歸我們農委會 可是他支持地方產業 要不要 這裡就是未來 我現在都用地方創生在做 瞧瞧著 我現在在三星做實驗 我先讓我做完實驗 因為我把民宿的競爭指數變高 就是把在地食材進去 那當地人跟我講 我買不到在地的食材 好 那我用當在地的農業體系資源 按你來做食材 按你說我早上沒有時間煮 好 我幫你說買你加工 我幫你魚湯弄一半 這樣好不好 把所有的加工食材 泡菜弄一半好不好 你馬上可以加工 就可以變成你很棒的早餐 而且有故事 在地的米做著米漿 在地的手工釀醬油這樣好不好 光倒爐醬油這樣就價錢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要賣醬油啊 因為我賣豆腐啊 那天董 那在地就變成很多很多的救援指揮 所以 值得故事館就是把農業的特質 撐到最高 那再來就是行動廚房 這大概也就是我最大的壓力 因為我當初在宜蘭做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動用到行政院院長 因為所有的地方 很多的閒置空間想國化 背後都有很多法規的問題 根本動不了 最後只有一件事情 送上火馬灰 法規調適 所以我現在在那邊做了很多 從沒有法可管 無非法到沒有法可管 到現在長官叫我說 沒有辦法就做 主委交代我 沒有辦法就做 因為他選訪 他說國法會給你靠 我也要幫農民民發聲啊 現在借錢雖然沒有利息 都要還 不像這次獎勵金 也百年一次而已 百年只有一次啊 最好變得對 講得好 這就是驕傲的農民 我不是靠獎勵起家 所以我才說 獎勵來了 第一個 反正政府的 我也覺得是全民納稅錢 也該給農業 因為我就說嘛 農為果本 這是我是贊成的 但是怎麼用那件事情 就是我們大家發揮走向 因為地方 如果只是一個工具室 什麼間 都不能做體驗廚房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我用另外的事情 解釋給你們聽 好不好 一些不要硬啊 搬鬥 搬鬥算什麼 算什麼 用什麼法可以關 哈哈 沒法可以關對不對 有辦法 我們就做了好不好 所以道地利的餐桌 我們那邊還有在沙灘擺餐桌 擺海港餐桌 我們擺海港廚房 社區門口廟床 都可以做 所以農場還有很多的設施 對不對 雖然你不見得一定可以更入成餐廳 體驗廚房 行動廚房這件事情 是站在模糊點 那這我都 我先講這期完體完 就全部報備過 我把它寫成論述 讓國防會的 現在在主委的簡報裡面 通通都有 我就說我是臥底的 這樣可以嗎 但是我沒有叫你們農地不農用 我要叫你們友善地用 因為你在幹嘛 第一個 你一定要注重到 雖然他沒有說你一定要固定設施 是因為我要用食品安全衛生 我要很多的管考 所以當在這個模糊線上 所以你給我賣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必須要做什麼 做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更認真 因為我這樣把食材 我舉例好了 最好的果物 我在這邊做成了一個水果沙拉 不是很好 我最好的水產 我在這邊直接變成了很好的魚湯 彈勾料喝到有沒有很好 最好的插秧完了 掛地方本是不是在田邊吃好不好 當然很好啊 但是這個條件 我就沒辦法用餐廳來審查 所以我們就變成什麼 行動廚房 那現在我也在想 他只要沒有固定設施設備 那餐車算什麼 算什麼 就是行動廚房 沒有固定設施設備 所以我也想到 遊客像我們現在在宜蘭 好多草皮啊 對不對 很多草皮 大家把草皮弄得好漂亮 野餐好不好 好啊 日本人就是喜歡在這種草皮下 吃個泥巴 跟家人聊聊天啊 還說那就是要生活啊 在櫻花樹下有沒有 櫻花燕 野花 台灣可不可以做 當然可以做啊 所以我就在行動廚房上 把它夾持 這個的確也很好 因為他消費者的要求 你就不會是那種 什麼六菜一湯一水果 對不對 他就會開始改變 符合農民的需求 就可以把食材做很好的展現 當然我有很多的時間 把它做成的廚房 讓遊客自己煮飯 砍牙那邊也都有做到 對不對 不錯做最快 再來呢 其實就是產地直壽 以上所講的這些事情 如果後面有街上直壽 那就不要做 因為好麻煩 而且你不會很認真 你會算成本 你會算得消費者覺得不認本 可是 你後面如果跟這個市場 你以上所做的事情 哪怕了錢 你都會做 聽到嗎 為什麼 我最常講我們的水里的乾洗農場 要買葡萄酒 以前以前是做葡萄酒 葡萄鹿 葡萄鹿 有沒有 就說什麼 你給人家裡 這很早以前就有這個邏輯 什麼意思 農民不怕你品嘗我的東西 就怕你沒吃到 對不對 農民客人付錢 在那邊品嘗吃到 你應該對他更好吧 我講一個例子給你們聽 這是我最常講給農民聽的 體驗經濟為什麼不好算錢 是因為你後面還有目的 你如果說 假設今天有一個南投的水里 要帶葡萄到希望廣場來賣 這樣好不好 假設預計這禮拜叫南投州 大家全部都要上希望廣場台北 我們要來買賣 請問帶多少個香薯 要帶幾香 帶的要帶幾香 兩香 一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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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其實看天氣 那天氣不是煮飯的 沒人出來 你都不用買 那兩天吃不吃 好好的是 穿回來 不要 穿一穿一穿 穿一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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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又是問題 這種東西 你都沒保護對不對 因為你要載去那裡 人家吃要錢嗎 試吃要錢嗎 不用錢 那你晚上才睡到 風餅 請 請 這是我現在看到農民困境 那好呢 車賣不掉 回來我吃針 喔 現金都走回來 怎麼都沒賣掉 要穿什麼 要連這裡 要親台北北 還回來 不行不行 好痛 好痛 這是我現在陪農民最痛的事情 所以 如果消費者 願意花錢 來你農場體驗 然後 省掉你的車錢 省掉你在台北 睡到車店的精神 省掉你六日陪家人的時間 你怎麼可以對消費者 懂我的意思嗎 我都付錢來你這個地方消費了 你怎麼可以還對他 東計較西計較 你寧願去西文廣場 這樣吞 還是要人家來你家 這樣收 聽到嗎 所以 農業負一樣 但是以前我不怪你 因為你們把體驗當生意 適當要算成本 薑粉求利 可是你把職售當底 你要買賣食材 而且這些食材是 你把農民賣掉 每個農民都會變成的助力 像以前換工一樣 對不對 他會幫你盜賣工 日本的職售所農民要輪流 輪流 輪流 不是美貴固定 他是不是蝴蝶像白斑的 他有些機制 跟他合作社的機制 所以他們的議長 像這種所在 你不能說 你派完工賣工 人家就派手 他完工是 當你收錢 理貨是農民 輪流 所以農民可以介紹 所有農產 你給我食育室的制度 就是你進來 消費者不懂 我可以問食育室 這一個人是受過訓練的 可以談農業 談漁業 談這邊的產品 那個食育室跟消費者解說 是很容易被接受的 比如說雞肉回去怎麼做 還是什麼菜 什麼季節 買什麼 怎麼挑 他都可以交 在超市裡面 在直售所裡面 這是日本的制度 所以我看了都很感動 非常感動 所以你看直售這件事情 所以加進來 你才可以賣 當你可以賣 你才有營收 你有營收 體驗經濟才會出來 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實驗的案例 原本沒有點 因為看不到 都很小 甚至荒廢的職值 有的變生態室 有的變體驗室 有的變釣蝦場 有的變民宿 有的變農業區 你看那個一點一點一點是什麼 就開始有人做生意 七大品管經濟 你只要有一款 兩款三款五款 你的強度不一樣 你可以依照季節來做 我現在沒有產品 我不做直售 可是我現在做體驗經濟 我開始教大家怎麼採柚花 現在沒有柚子 可是它認養年底的柚樹 算不算 算 所以農業的產品 會從不同的體驗經濟 開始累加 我要的是累加 我不要單一 所以一做三什麼事可以做 不是開發 是用它 解說它 不是一定要做步道走完它 聽到嗎 像我昨天在部落裡面 漏桂葉可不可以賣 以前他們都覺得我們這裡都是啊 現在一塊不八十 也不會都價錢 很多國父手都做不甘 賣富賣嘛 就做不甘 好不好 好啊 再來呢 它的速度 體驗經濟裡面的溫富賜 你做速度嗎 後面大家說什麼 就要速度 速度對人民來說 這是家常啊 對我們來說是 你吃了 不要這麼特別 這次沒有運氣 你說你回去要在馬鈴房 跟它運氣 很好吃 大家就可以買了 半斤三百 賣賣 三百 可不可以接受 是不是經濟產值 是 所以我們花的錢 我們買的錢 比我們體驗錢多很多 聽懂嗎 這才是正常的 不要體驗錢花很多 沒有花再消費的錢 比如說舉例一個體驗費四百塊 我一家四口去多少錢 一千六 沒吃沒喝 做一個DIY 一千六 你一千六你跟萬塊來買 還是跟萬塊來做DIY 依你們的速度 所以你怎麼可以算 算 算 購買 或是這個代價 可以轉成 他幫你採購 這樣就好 所以我不知道 你不要做太費工的DIY 你要做你的生活體驗 他做一些事 放你農場的 我舉例好了 他放你做農場 其中一個工作 除草 假設除草 你把它變成一個很有趣的 食農交易體驗場域的活動 他放你這塊 豚豚就好 這樣好 這樣要做得好 沒有 總統吃飯的價值好不好 價值也不是說多少成分 農場很多的我們料 加價加一塊好不好 就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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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北人要的是這種感受 不是你一定跟他多達的對價關係 所以以上這樣的講法 大概就是在我前兩年 做到的事情 那接下來呢 我要談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當地方創生做了兩年 把產業輔導起來之後 我們全部面臨到我剛才很 很深的話跟你們說的是 你不能不變公司 你不能不變農企業 為什麼 牽得到再投資了 這就是再投資了 我不會叫你欺負 我要叫你的是 你會開始有小啊 你會不會嫁啊 你開始有企劃人員 你會有這個行銷人啊 你會有年輕人的因子啊 你不能再自己想啊 對不對 因為到品牌來了啊 這就是我們在宜蘭做的品牌 叫十一庫內 所以這時候呢 我們開始走向另外一個條件就是 我們希望把宜蘭不同的體驗場域 打造成一個石的故事的鄉鎮的限制 消費者來宜蘭沒有理由 我可以釣釣蝦 我可以吃吃飯 在其他體管機裡面 你全部都可以去消費 這樣好不好 但是我用十一庫內的把它包裝起來 那要包裝起來呢 其實就是要強化的 就是有教育意義 所以之前做的是下面兩個 後面做的就是上面三個 第一個是企業投資故鄉 甚至要跟好的平台合作 他用平台的力道來保護我這些 小企業大品牌 所以我們開始上不同的通路去做測試 我們開始測試 我們上Superbuy 我們上Picoin 我們上很多的條件去測試 測試商品 測試就是測試他就不量產 消費者反而覺得 哇 原來宜蘭有這個喔 啊好在哪裡 測試都不會賺錢 消費者直接送到你家裡才會賺錢 所以掉蝦腸是這樣 我們拍了一支片 點閱率快點 二十萬 紅起來就是這樣紅 當然那時候很謝謝國發會 因為我們的議題太紅了 我大概至少有快三十折 國內外的新聞報道 這個間接的創到他家的場景 間接 當下不會有 可是品牌聯繫就有 再來呢是科技導入 不能再用傳統行銷模式太慢 上面就是印DM 印很多名 我們現在有很多DM 那些人都幾十萬的 我們現在都線上 線上 線上 給我看 很快 所以就很好設計 再來就是整個部會之言 放心 我再教你一件事情好不好 不要跟別人講 很多的事情自己先做三成 再來找部會之事 不要莫名其妙 就一個計畫下來 你就去請 就是我要做這件事情 你會瘋掉 因為事情不會如你想像 那麼的順利 通常到最後就會亂亂做 因為為了結案 對不對 解放案的人 就當這件事情沒有發生 可是所有東西會老灰 結果會亂 你浪費了半年一年的時間 再做一些對你農場 沒有效益的事情 是誰浪費的時間 政府也浪費了資源 你也浪費了時間 沒有人贏 消費者也不會認同 無效設施 所以你所有的事情 你前面的規劃 農場的規劃就要三成 你一定要有三成是自己做完 你再來想這些事情 你自己找誰可以合作 比如說你自己的場域都好 所有的老學校來 會不會想找你合作 會 這時候你就可以 透過你自己的步調 去跟人家合作 不要十分都找人家合作 三分完成七分再來想 就是整個部位資源 像大學有USR 所有學校都想找你合作 對不對 第二個 現在有地方創生 你有講法的 已經做到一定的 政府就會找你來配套 像我們蘑菇農場 我剛才跟館長講 這個最標準 可以讓國發會來進場 因為他進來這裡 有幫助了你 對不對 你解決了地方的農業問題 解決了地方很好的生產的條件 政府怎麼可以不幫你 像白人 所以送上國發會 這件事情就認同 不是這裡的相公所做主 你再送上去他就要幫你送 你們知道嗎 你這個慢慢來 因為第二點而已 有時候大家都在解讀 那相公所你不要讓他太快 因為他慢很久 所以我們現在 我們有一套機制 是要訓練相公所的成本 我們現在正在處理 那我當然知道他不會做 當你不會做 我在旁邊給你看 這樣你很開心 對 他輪到我 這樣聽嗎 因為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就是你沒有人 我的人下來幫你送上去 我現在會靠備員專業規劃室 我沒有幫地方提案 我是貼做的 盤點地方DMA 我幫他點嘛 幫你相公所來找我 我說你蘑菇農場為什麼不找 對不對 你怎麼這麼認真 可是我先說 地方創生不是幫農民 農委會才是幫農民 地方創生是幫地方島內移民 地方產生產業就業率 年輕人回流 人口回流 讓學校恢復 地方的產業活絡 農委會只是其中一個部會 還有科技部 還有老委會 還有衛福部 還有經濟部 懂嗎 不是只有一個部會 他是最高政策 所以現在反而我要大家 要準備好 這個就叫準備 再來是科技導入 科技導入的樣貌很多 但我就不多說 因為我不是科技人 但是我現在在這裡 我反而看到你們這邊 用了很多的科技 因為你是廠 製造業本來就用很多科技 跟我們現在在古島宜蘭的 從業集團一樣 他用CAP設備 再做冷鏈 再做他的冷凍處理系統 他把好的魚變如魚精 雲林口湖 他用魚林去做 透過科技的手段 去長了新的產品 我怕會投資 這個都叫科技 科技影響的 再來未來是不是要有重電的問題 太陽能的問題 他轉能源的問題 循環經濟的問題 這些都在科技解決 農業朋友你們不要討理 環境變遷的因子很大 有一些事情我們不得不靠科技 環控 這也就是現在正在處理的問題 當然這個事情會長長久久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阿德老師在做Circulate的時候 你看 體驗在這裡 通路在這裡 產地質素在這裡 這個才是重要的 地域在這裡 職人在這裡 產業在這裡 這三個本來就有的情況之下 透過這三個去配套成一個品牌 單一農場你自己可以做完 農村設計結合進來可以做完 休閒農會區可以做完 你自己去想 其他體管機從每一個產業都要去盤點 要盤點 你們家要看什麼一年先講 不可以我們家都好 什麼叫做都沒有設施 沒有配備都沒有好 消費者願意付錢才這樣好 消費者滿意才這樣好 不是你要做就這樣好 所以大農場小農場 你都可以做這樣的形態的改變 前提就是以企業化 農氣的概念來思考 所以也因為這樣的條件 我們必須要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地方輔導 我們就有一些改變 回去想想看 從你自己 第一個是你的遊城 因為最近我做了一件非常偉大的事情 因為阿德老師長久都在做地方的 很多不同農場的小旅行 小旅行合不合法 合不合法 地方可以自己做旅行嗎 特許行業 在之前我們走在合法跟非法之中 我舉一個例子給你們聽 塑膝算什麼 把載到A點 車子載了到A點 上座下座 車子再去那個地方接回來 包含你的中餐 算旅遊還是算活動 旅遊 所以那是有辦法下來 你會做 那不要亂出事 所以這也就是現在我們 大概遇到的問題 阿部落小旅行 像我昨天和平部落 他就A點 B點 C點 走來走去走來走去 這裡吃一點 這裡踩一點 這裡買一點 都是用腳走把它走完 那個算什麼 活動還是旅遊 我跟妳講 我也分不出來 一團亂 所以呢 在立委 一般其立委 提出來之後 當然很多旅遊業是反對的 但是我們從這邊找到一條路 我去幫農業解釋 調試會議我在現場 那主委叫我親自解釋給大家聽 我說如果地方是區域性的整合 他自己在規模不大的情況之下 做同一件事情的動作 比如說宜蘭的農業區 那個其實道理講都算區域的套裝活動 裡面活動 這些活動 為什麼不跟旅行社合作 因為旅行社沒有角色嗎 如果場域裡面 大家都可以完成他的保險 我們先講保險 安全 那這樣的條件下 如果這樣的小旅行 其實旅行社沒有角色 其實是不直接應該要跟旅行社合作 可是如果說假設 今天宜蘭農業區 現在有17個18個 聯合起來要出國參展 要不要找旅行社 那就要 我也跟旅行社解釋 不是不要跟旅行社合作 我是要跟旅行社合作 只是不同的條件下 你不要在最小元素的時候 通常我們以前農業區 都要一個旅行社搭配 其實都要是假的 因為旅行社賣你又不會賺錢 你又能不能賣 哪個旅行社會賣 不會賣 大平台都不見得賣得到 何況是小旅行社 所以只是在一個A加B 那不如把法切成一體兩面 在區域性整合的時候 用小旅行 我們讓小旅行合法 部落小旅行 農業小旅行 社區小旅行 農村小旅行 其實這都鼓勵你們好好辦 在地方好好辦 你去號召你的客人來 讓他得到最好的滿足 現在已經切開了 等一下我有法給你看 簡報裡面你注意去看 我有附公文給你 可以做 你不要問我有沒有合法 可以不可以做 沒有法規 我有法規喔 我是在開條式 這是最高長官直接財事 所以現在其實鼓勵你成立旅行社 所以他好像一種旅行社 就剩下一半的保證金 如果你鄉鎮真的 值得成立旅行社 他是鼓勵你的 可是這樣是可以做的 那天不 做最小旅行嗎 可以 又是坚說喔 你昨天叫人坐牛郎車 那牛郎車從台北 啊開到車 那那是科普旅行社 我說的是 人來你們這社區參加 你們自己裡面 完成你們的小旅行 那可以做 那也可以自己賣 那套裝 那套裝你要把牛郎車 要把人來住宿 給我擲台中 那都 不好意思 那當然要再問我 那沒什麼好說 你自己裡面的小旅行 社區裡面的小旅行 三百塊 你要怎麼報到 你要怎麼坐 坐牛車 創什麼 都可以 這就是叫做小旅行 我有給你們的很漂亮的簡報檔 我把官文都附上去 因為那是歷史的一刻 但是我鼓勵你跟女行社合作 是因為找到跟女行社合作的條件 比如最近我們會跟幾個專題的女行社合作 因為我要做國際行銷 那我要不要找女行社 當然要啊 對不對 但是你在做區域型 在做農場型 在做環境型 那個都可以回到活動來看 所以你看喔 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因為我們品牌才會成大 那今天那個 第三點 那個加工運銷開發 即使現在 你說初級加工 農民產業初級加工 你分切兩棟是不是初級加工 對啊 這個開場 我們實際上看好不好 你不要讓人回 啊 說到你當圍張的那樣 所以說 人不幫你援 那是你合作嘛 你建造裡面 建物裡面 你有這個設施設備嗎 沒有啦 沒有啦 你算我假設 你算我圍張 所以你民宿會實現的嗎 是不是 所以很多名字是這樣看 因為消費者的權力很大 我們都要前提一件事 保障雙方安全 對啊 我也不是叫你不要找女生 如果你要找女生 那最好啊 為什麼 你至少得到保障 像我們在做海釣好了 那老是最擅長的 叫體驗 體驗 海上要不要保險 啊如果他除外 啊我說我能做嗎 不行 我做一千的 我掉一千 不萬劫不復 你知道嗎 是這個問題啊 所以後來才有 才有娛樂娛樂法 娛樂娛樂法 才可以合法在新聞選 我們叫做新聞選 可以在課之後呢 船上的鹹種 至少240萬 兩種鹹 所以我們才敢做啊 萬一遊客 再來就離船經營 跳下去好不好 潛水啊 離岸基調 那都叫跳下去了 離開準了嘛 後來也就是 訂法規之後 才讓他可以做 是因為保險公司 願意保險 那保費高啊 因為他要留下就算 你現在要用我這個角度來相信 你我都去承擔那個風險 不承擔我也叫你賣蟲 跟吃飯一樣 在勤動廚房 中毒會怎樣 要處理啊 這也有差 不一定 那沒倉意不會補 有天氣辦法 你有看什麼東西 你如果藏物嫌 你休閒農場 你有殘險 你農場的場域裡面 發現什麼事情 都不會報國 對不對 所以保險不要報國 有沒有法 有沒有法 你就沒有嫌種 保險公司不會去承擔一個 沒有法員 他就來幫你承擔 那個泰國法 所以我們現在法是什麼 是保障雙方欸 公家訂的法 但是現在來的是 因為我們現在太多的法 國法會是 我們在討論是 太多的法 把我們都卡住了 因為我去問縣政府 他說我講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我問完來說 我說那你還叫我來扶草幹嘛 我都在害他們啊 我叫你做六計畫 你要做到加工 啊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 你就加工 啊你要做貴的 啊白送就不行去耶 所以我來說請大家 沒有辦法就不能上 因為他們都是單一部門 有的牽扯到是 林友的 林友地什麼 水源保護區 什麼原住民保留地 有嗎 這我也聽不懂 因為我都一直看了 所以現在只有一件事情 在地方創生 地方創上來是 法規調式會議 直接解決 專案解決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賴院長 賴閒院長在台南的時候 他舉這個例子給我聽 他們很多的古蹟不是不能運用嗎 因為一定不會有所謂的建造 也不會什麼建築師核准什麼那些都沒有 對不對 他們叫做專案審查 一間一間看 所以才有很多的街道裡面 可以開始做成 老屋心理啊 改建成宿舍啊 改建成什麼 可以活用的空間 才解套 那當然那個是要 長官願意承擔 所以我們現在逼一個什麼 不是相公所省 也不是縣市政府省 是送上國發會調式 他不是省理 他是找個部會來企 還沒幹 那就第二次再開 因為可能有光光局 像我們小旅行是光光局 交通部來 而且那個 我旁邊是兩個次長 經濟部次長 這邊是財政部次長 能夠次長級 當下決定 因為他有稅的問題 懂我意思嗎 到這裡大家都沒有問題 那至少公文一下來了 至少不好處理 你知道嗎 我現在只有這招 講義其實都給大家了 我講義是給最完整的版本 再來大家可以看到 好 這裡你可以連上我們的官網 這些我們做過的日本教材跟議題 全部都在網路上可以點連結 看清楚 阿德老師講的不見得很清楚 因為這麼多人 你就看清楚 如果能夠看得清楚 你就去想你可以解決的方式 我講的是我的專業 不要靠在我身上 阿剛講的法規就在這裡 好 這叫做法規調式會議 在去你的地方上升原點 針對這些事情 那召集的這樣的會議來討論 那後面有他給我的會議 這裡我們看到我都把它框起來了 這是公開通文 這個部分回到你的相公所 回到你的先制政府 放心他還是會挑戰你的 你就用這樣的公文 讓他回去追溯 可以非常多限制這樣的公文 那我來講這張圖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區域的發展裡面 你看我們在最中間 我們找到了各部會的資源 因為你現在 你現在是農委會在協助你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變成農企業之後 你覺得經濟部會會幫你 會 會 所以我跟農委講 不要因為企業把農業放掉 因為我們都要像他做品牌呢 農委會跟你是依存關係 因為你有生產 你有一二三集 六極化經濟到品牌服務的時候 你不得不用農企業來處理 對不對 所以你有品牌之後 其實你得到的奧元是多了 因為你是繳稅 你不要再問我說 我農業不用納稅 所以不用納稅 你就用完做社會穿標的保温了 我在日本看到的是 農民我告訴 第一個我不可能農委 日本有農業法輪會 這是日本農民教我的觀念 我說你事業怎麼會做這麼好 他說因為不做好他會倒啊 會倒啊 對不對 第二個呢 我做好了傳給兒子啊 所以他們都在第二代第三代 把事業發揚光大 不會在第一代 第一代囤貝 你們農場我覺得都是第一代 都囤貝啊 二代現在上來了 你看力道就不同了嘛 可是你如果是第一代 那就辛苦一點 沒有什麼好講 再來是累積了品牌之後 他就有價格了 他可以處理你的資產活化啊 你的土地 你會開始想要怎麼改變啊 不是嗎 不像我們做海 我們都是洞產 你知道嗎 純仔不可以救錢 海也不可以救錢啊 我們的農民比較辛苦啊 對不對 我們現在農民都做的啊 啊做的也沒辦法啊 比較好人要收回去啊 所以我們漁民比困境比農民來得大 可是漁民的個性更堅強 我們很憨 我們不會倒就是不會倒 就是很憨 所以一樣的道理 這個回去你們好好去看是 你看你當你變品牌之後 你好多人可以來支援你奧援人 這就是我希望各位透過這一次 現在的所謂的災情也好 所謂的困境也好 存亡自然之際 大家要開始思考 你下一步怎麼站起來 怎麼要上去 站起來要得上去 你就過了 啊沒有你保持這個原狀 其實不會怎麼樣 所以你的競爭力會慢慢遞解 啊我先跟各位鼓勵是 食材真的可以做 只是你們要多接觸消費者 知道他要什麼 你剛才講被中間職 被大廠商拿掉 這都是公平競爭的 那沒辦法幹 這慢慢來 因為我覺得農場是一群 非常走得快的夥伴 再來是這件事情 創生 那創生這件事情 其實是要盤點DNA的 那我補充講這件事情 地方創生 大家不要把他想說 是一件很大的計畫 政府要補助你 不是 必須 我去常年跟國發會合作 當夥伴關係 當科派員 下來看 我解釋 地方創生給各位聽 地方創生不是一支計畫 它是一個戰略 是一個國家的最大的戰略 因為要解決的就是人口流失 鄉下的經濟產值不足 甚至是島內的偏頗 過度集中在都市 而讓鄉村破壩 這個都是因應的條件 當然擔心的是台灣人口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少到最後 我們變成是一個 往下墜落的國家 因為我們台灣是島國 也因為這樣的條件 計畫是沒有期成 也就是這個戰略是沒有期成 因為目前的定義上是 以各部會跟地方創生 框出來的部會的10%的預算 來致印優先處理偏鄉地方創生 這樣聽懂 所以它編列的是他們的常態預算 那我也深信認為 這次的災裡面 應該會擬募了很多的錢到正在 有錢跟戰士一樣 但是戰略就是戰略 是什麼意思 是不變 國發會在主導這件事情 各地方相處提案這件事情 是一年一年一年 所以地方創生提案 不是鄉公所批一次就結束了 是可以去提的 但是去提的條件是什麼 他以前齁 應該這樣講好了 鄉公所說我要鋪這座橋 我要鋪這個路 我要改成基敏道路 以前大概就是交通部評估說 喔你要服用 現在地方創生案不是這樣提提的 因為我要創造裡面三個部落的發展 它產生了多少的就業力 產生多少的就業機會 我才願意幫你鋪這座橋 透過這個路 要先有事業體的效益 它才回頭告訴你可以這樣做 所以也不是要蓋一個什麼 冷凍廠加工廠就解決了 不是 所以你這邊有多少的農民的合作 冷鏈的合作 要算出這樣的產生之後 我才願意支持蘑菇部落來做這件事情 所以蘑菇部落可以直接對農糧署 或者是對農委會 或對經濟部SBDR 或是其他的相關的專案 他們就可以提 甚至在地方創生裡面 還有一個很高的原則是政府投資 國發基金進來 我們很多的大 像他們這樣的大型的 其實我都覺得國發基金是可以幫忙 因為什麼 幫了你,你幫大家 這樣可以懂嗎 這個邏輯 當然如果這個工廠它的 剛才觀察短暫跟我聊了一下 它參與的地方 它用菇跟地方交流 甚至未來食材跟這邊合作 我看你有主板啊 你有很多的設置設備啊 純潮菇是支持不住的 對不對 所以未來人 會不會跟很多的友善的農民 甚至是小農 可以不來這邊社會 可以 來囉 那我要問 檢驗算誰 品牌、認證、檢驗 算誰 沒有 那算為農民自己 因為你在賣東西 它是友善平台 這樣聽得懂嗎 日本的職授就這樣懶的是 不是農會扛大家 以現在政府都要編列預算 來補助大家 還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輔助下去就沒力了 輔助就沒力了 回到的是你智利 所以人家他可以幫你 所以我剛才講的 舉例我 鮮湖農場 我有很多的產品 我有三個小職授站 五個中職授站 八個大職授站在幫你賣 你就開伙子來找我 每天想錢嘛 不是嗎 他就開始知道怎麼到處了嘛 他就開始爽了 他就開始爽了 出個餐店啊 外國人來啊 效益都爽得出來啊 他就變成案例 這樣就案例了 站在一個山頭 年輕人管他 帶母子回家 還可以在家裡 生了很多孩子 去學校做家長會 會長 我舉例啦 好 這樣故事不做完整 你聽不懂嗎 不是說阿姨這麼優秀 還叫他老爸 他家裡說 不要做農業 去吃北上班才好 這樣就全部都沒有了 結束了 他們爸爸做就結束了 農場就收起來了 對不對 這就是以前嘛 現在沒有 現在我鼓勵各位是什麼 農場生機版 2.0到4.0版 要出來 借這時候最好 好不好 我們可以 那我們科院 我們這次還有中衛 還有CBC嘛 好多的福島單位 跟福島老師 你是找你要的就協助 觀念是透通的 我先講農業是大家庭 我從福島民宿 參與民宿 農場修區 當然還包含休閒農業 我都覺得就是大家庭 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老師是藏師 下午是葉美秀老師 那個都是長期陪伴農場 國伴關係的人 因為我們大家都沒有很利的那種 商務 所以這些老師真的是 掏心掏肥 坦白講 你看我昨天 在部落趕回基隆之後 昨天晚上就趕上來 我們最近都是兩個送幾例 因為我有在學校擔任要職 我也知道跑很多的鄉鎮 但是我覺得不會累啊 因為地方都是在認真的 希望你給他意見 我昨天在部落裡啊 我看到年輕人邀我上山 我又帶整台油軟車上去支持 我很感動耶 因為很滿意啊 年輕人願意回去改變部落 雖然只有四十一戶 但是那個部落改變得很大耶 因為年輕人願意一個回去兩個回去 那是重點啊 我不用等十個年輕人回去 一個成功了 第二個就回去了 跟我做漁業一樣 一個船成功了 三台船就蓋新船了 那我們現在必殺已經是二十幾艘了 從一艘開始 那一樣啊 農業也一樣 所以我說農場 各位農場 你的扛放不要再只有寫休閒農場 好不好 因為消費者不懂 你是食材 你是做生態 你是做環境 勇敢的把它寫在你的赤子標裡面 好不好 讓消費者 廣度的開始支持所有的農場的條件 這個部分可以接受嗎 好 好 那我轉一下影片 等我一下 誰可以幫我一下那個電腦 好 可以了 因為長年在福島 這幾年真的沉淺 阿德老師真的 身經百戰 因為我是回鄉第一代的回去捕魚的青年 只是因為沒有路找路 所以這五年 我幾乎在漁港過非常苦的生活 那時候大概商周 在那個時候年代寫的時候 已經是二十年前 第一代回鄉青年 我必須說是失敗的 因為回去沒有資產 沒有船 只有一片海洋 一個專業的觀念都做不起來 所以也讓家人其實吃得很苦 那現在轉到教育工作 因為我把我所有的失敗 輔導經驗都變成了經驗 而願意交 因為我把自己定義在教育 我沒有定義在營業 因為我確定我不會營業 我確定我不會營業 不像各位你們都會營業 也會營業 只是我就用教育的觀念 去把大家的失敗案例找出來 因為我非常確定一件事情 選擇題嘛 試題你知道三個錯 那你就知道哪一個對 聽到嗎 試題你要猜 知道兩個錯先刪去 至少年齡成功有沒有近一點 好這就是我現在的工作 就告訴你每個地方發展的案例 包含日本 那再者的部分 因為這兩年 國發會也花了資源在宜蘭 為做到全國示範案例 我覺得這些案例都很值得偵採 所以我們定義的觀望 宜蘭班的觀望 我大概介紹一下這個觀望 你回去想學 你就勇敢的去學 好不好 怕你不做 如果不會 都可以隨時 線上來詢問 所以你看到齁 第一個是你先看到的首頁 那首頁呢 我們裡面就會有 除了我們現在在座的點的地圖之外 最重要是下面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這一步 這就是我把所有的體驗機器 都變成了小會社 初期叫小品牌 可是我用宜蘭班的大品牌 來包裝個人的小品牌 所以每個體驗活動 他有做加工廠的 做漁業的 做青農的 我輔導到的產業 我全部把它納進來 那透過一個宜蘭的區域 食育庫瑞園的概念 宜蘭班進場 輔導的產業 食育庫瑞園做的品牌 這些你像看到的都是品牌 在我這邊就是 從這些品牌開始出發 這是一個 都牛 牛的 養牛的一個 我們叫牛頭學校 那體驗釣蝦場 所以我們用最簡單的元素 沒有花很多的錢去建置 我先講 因為我不是要大家做設施設備 我要把那個教材 內容 行銷方法做出來 這是我們的養殖業 從帛琉回來的養殖人 所以做了職人故事館 把他養殖講清楚 所以他養著白蝦 養著酒口 跟著他的職人的身份一起賣 農民從不會 他老婆說 你有夠厲害 我們人不會下跪廚房 透過職人故事館 他會開始進廚房 這個是有機農場 做金竿跟活龍果 再交一些 第一個我把所有的金農 這些青年的二代都集結 故事就很多 再來是彼此互相支援 我用你們農場來看也是這樣子 你不能自己做自己啊 你周邊有咖啡 有周邊有龍眼 周邊有什麼的 你都是可以去結合 而且是跨區域結合 農場我們是大家庭 國產都是好的 你不要說我宜蘭 我就不跟你花蓮合作 不是這樣子 這種無塞去做爆米花 那這就是生活變體驗 用生活變體驗 讓消費者下來 做多做少都不是重點 是解說人 還有最後面感受到那個 吃啊 互動 所以用麵條在青龍的場域去做合作 這個隨時都可以改變 一世紀改變 所以不是固定 所以你就可以放很多很多的活動 自己去玩 這是在漁港邊的廚房 讓遊客自己 從冷凍漁獲 那漁港不是要賣新鮮的嗎 賣生鮮的嗎 其實我們在調觀念 你生鮮的我很難賣你 要寄到你家要10千成本 我用海上急速冷凍 直接賣到你家好不好 幾乎等於把船開到你家 消費者從冷凍的煮到好吃的 我跟你講體驗費是不貴的 都要三五百塊 那個在後面那個冷凍庫 一打開那個買賣啊 那都比你的體驗費還貴 那最後我們用一個食農教育 餐桌的概念把它定義出來 我們現在還在擴展 我們今年還有續年計畫 這時候已經是中小企業處在幫我們 所以我才跟你講 你當變企業的時候就有前後關係 可是我們農業依然在變 我們的青龍也變公司了 我們青龍從青龍的聯誼會 到青龍的合作社 到青龍各自開品牌的公司 這是我去日本看到版本 我們的青龍都照做 這就是從網站上 可以看到的案例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第一個部分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提管機 我們把提管機拎成五台提管機的概念 我們把它剪成一個簡單的示意圖 各自的場域就扮演各自的角色 有沒有看到 它叫一個生態系 就產業鏈 一個區域的生態鏈 產業鏈 那這個用產業的生態系 其實就是互相合作扮演角色的 所以食材餐廳都是食材餐廳 可以變一個行銷模式 不同的跨域有不同的跨域模式 所以你看茶園裡面 它就做成體驗場域 可以讓遊客採茶 品嘗 體驗場 這個不適用BIY就解決了 因為它有整個流程 這是吊箱 你看看是體驗場域 所以我很好包裝 會音樂的舉手 會跳舞的舉手 主舞蹈比賽 就全部都是舞蹈的 可是要做一個晚上的會 的系列活動 就不同的 我就很好來安排他們 你有沒有發現 四季了 四季了 不會來宜蘭沒事的 四季不一樣 我這次玩這個 下次玩這個 這很多的場域 原本都閒置了 荒廢了 我是這樣慢慢一個一個場子去 去場子 就的 尤其那個閒置的那個場域 有的荒廢到不行 現在金融接手之後 整個場域活荒 種的菜全部是賣錢 那個就 變成了 體管機發揮縱向 這牛頭是比較特別 因為本身 他們是用閒置的餘文去改裝的 然後這些牛呢 其實是所有農家 廢棄 好癢不癢 所以現在壓力很大 是一隻牛 一天要吃五十公斤的草 吃得倒 他老闆是做鋼鐵 發了這個月 所以我現在在用地方創生 把他送上事業提案 放到對的場域 第一個有無限的草可以吃 第二個勒 工單位直接支持他去做體驗學校 你收的錢等於是在回過 給這些牛跟照顧牛的人 產生就業機會 現在未來會用我們的工場域 這就是好事 好事 大家知道我今天所說的嗎 直壽 農業法人 再來是品牌化經營 最後是年輕人回來 年輕人不是二十歲 是四十五到六十 聽到嗎 因為現在都提早退休了嘛 那這個年紀層是最棒的 因為他的社會利益跟條件最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說點到這個網站上 我大概幾乎把所有的東西 都留在這個網站上 那如果你要看 我們怎麼做小旅行 這裡有 直人故事館 這裡有 媒體活動 這裡有 日本的案例經驗 這裡有 有什麼想法想找我們這裡有 那這也就是我們 我也希望你自己的區域都可以把這個做好 我也告訴你 這絕對不是阿德老師做的 這是誰做的 我辦公室全八年級生做的 我也透過自己來實驗了 因為我們想的 我也是至少在這個領域二十年 二十年的僵化了 僵化了 我這五年已經去日本三十趟了 我透過去日本活化自己 讓乾冷的空氣最好 不同的時間去 去日本你不要管去哪裡 你不要叫我幫你排案例 不用 日本每個香噴案例都長一樣 因為日本照規則來 日本每一道菜都一樣 因為他照食譜來 就日本台灣不會 休閒農場台灣幾個樣 台灣民宿幾個樣 都不一樣 日本人會說 那些都不一樣 你有夠厲害 因為我們誰不聽誰的 我告訴你一個版本 你也可以做很多版本 對不對 這是台灣 日本不一樣 我去農家民宿 媽媽你煮飯 阿公阿爸阿公你煮飯 阿公阿公你煮飯 用拼火起掌 煮那個腐鍋的炊飯 他的流水都一樣 所以他的飯 他的米 他的品質都很好吃 阿母咧 我會陪他煮飯 我們全部人 我都沒出場 坐那陪阿母煮飯 他就是煮他們的菜 那兩個煮也就整百回 我去看師父 不要笑 誇張餒 而且他的比較念念有詞 不可以亂 我想他去看什麼 日本人就是這樣 你看人家的電器一尺 先看使用說明書 我問你你怎麼電動拿來 你看說明書嗎 我們沒有你看對不對 他們本人的習慣就是這樣 所以有什麼 我就知道這麼好 你現在選一個兄弟 我舉例 連堂有杯就知道 燒 又大碗 同簡單 我連堂機票開始燒 對不對 你去一間一間餐廳 你把生下來的機票錢 把它轉成你的消費 把換成立票 你的價格是10萬元 大家只收到我看到 走路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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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你 走到你 走到這裡 每天你都會感受 因為真的你會挖到天 太厲害 我去那個福岡的那個 吉島島的小的鄉 是像東北一條共寮一樣 我就用腳走的啊 那走到什麼店 就進去給人家看看 你知道嗎 什麼都看到了 他們就是 我看人家教你們 你不要看那個小小的店 裡面都藏了很多 他的行銷模式 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農業要做的事情 我也沒有教你們大家都一樣 各自回去想自己要做的事情 只要這些事情 同時產生在台灣的市場上 那就多要請 我們國際觀光才有下一個版本 對不對 不然我們也要沒路了 農業的變化性不大 你做廚房他做廚房 你做食農教他做食農教育 很快又變一樣了 這時候你就是要想 那我現在只要想是 區域的生活模式 抹生活 因為生活才會故意 很不用一直變 他喜歡來釣魚 他就會來找你釣魚 那這部分也是大概同 那這網站交給大家 我從接下來 你們都面臨到的是第一個轉型之外 那就好好的接生意 其實我們的休閒農業 在這一波武漢病毒裡面 其實是沒有釣很多的 正常來講 外來的空間 反而是現在我去宜蘭看 是沒有少掉很多人 只是大家消費趨於保守 再來是趁著健康 我常偷偷對消費者講 現在進去我們都要弄得乾淨的消毒液 有沒有要弄得乾淨 我來想 那你不是雞了耶 因為你又要耶 好不好 我都說台灣的環境 你看人家可以戴口罩 植物要戴口罩 魚也可以戴口罩 現在反而是要行銷的時候 所以都要求農民 科的農民一定要做到有機 要做到什麼的 你看人都自己一直保護 自己一直在看醫生耶 對不對 啊植物帶一個你去看醫生 是靠我們照顧的 所以我們是比較土地少量的耶 國土地是我們農民的天使對不對 所以消費者要看磅爛 還是看勤爛 農場是一個很好 跟消費者溝通的那個橋梁 把角色扮演好 不要只是在買賣農場的氛圍 建設農場的設施 你就弱了 因為農場的競爭力大家都很強 你知道嗎 所以我希望通過今天的課程 讓大家更有新的想法 只是談你們而已 真的經營還是在你們 把水果種好 把生產種好 已經是很厲害了 現在要求你們再出來賣 其實是科者 但是救治力要走這條路 沒有變的 那今天上課上到這邊 希望有機會還會見到大家 如果說有需要 其實都可以跟現在的你看紀政 都很年輕 都很可以溝通 我們剛才講 我們的科長 現在是兩個宋西立 因為現在大家 他們都要一直下 其實趙立場 應該是縣市政府就可以cover了 現在都是中央的人要下 我也知道 所以他們講什麼 我們都很合一幫 政策有時候是好的 可是到地方 所以我們預計要靠地方的人整備好 為什麼要把你們績效回給農委會 他才有更好的論述 去告訴大家 我們做這個政策策略是對的 我才願意算出來 懂我意思嗎 要不然我幫你 我學那麼多東西 我幹嘛幫你 我會一直花錢去學的啊 對不對 那為什麼要大家也做 因為農業不能有閃遲 謝謝大家 謝謝